你好 歡迎收看4月28號大華聯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華聯郵局在28號下午在縣政府觀光出的餐堂 舉辦了愛郵箱啟用儀式 未來將提供給縣府同仁 洽工民眾智慧便民的郵政服務 進展學中衛現場也示範了愛郵箱的記取見方式 期盼未來可以把花蓮打造成為智慧城市 中華郵政愛郵箱從105年開始使用 截至目前為止共有1989座愛郵箱 從最高的阿里山郵局以及金門馬祖 都有愛郵箱的設置 而在花蓮、最北重和平、往南道富里 以及海鮮的豐冰 也有47座來服務華聯鄉親 提供24小時記件取見或到付款服務 花蓮郵局局長陳雍中表示 愛郵箱是智慧城市的象徵 也象徵中華郵政提供優質服務的決心 愛郵箱的設置除了智慧城市 進步城市的象徵之外 也代表中華郵政更進一步提供優質 花蓮郵局對於服務花蓮鄉親 提供全方面的服務一直念之在之 如果我們縣政府這座愛郵箱使用率很高的話 我們會全力向總公司來爭取 希望在縣政府設立第二座愛郵箱 以更方便我們同仁大家來使用 那也請今天到此各位局處首長還有縣府的同仁 幫我們多多宣傳 謝謝中華郵政在去年為花蓮縣來出版 我們的這個郵票郵品 另外今年又釋出了最大的這個變民的措施 作為把愛郵箱把它放在花蓮縣政府 我相信我們會好好來運用 也會好好來推廣其他的46個愛郵箱的我們的設備 愛郵箱可搭配一卡通、愛金卡、郵遊卡及信用卡等付款載具 依據包裹大小付費 費用約60至70元 只要輸入手機、檢訊密碼即可領取 不受郵局時間限制 而防疫期間為了鼓勵更多民眾使用愛郵箱 一直到5月底愛郵箱郵資打9折優惠 舉薦部分只要有手機號碼以及檢訊密碼 不會收取額外費用 降低人對人接觸風險 歡迎商親多家利用 郵箱在不在? 在! 記者長方燕華聯師報導